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能够参加这样一个跟技术不是特别战编的 我觉得也挺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的现状 就是包括Mezos和DCOS一个社区 包括这个生态在中国到底是什么样 但是前提来说的话是什么样 我一个人是做了有一个月的工作去收集 感谢很多公司像小米像豆冠像新浪微博像很多很多的公司 我一一列决感谢他们能把这些数据能够卸给我 最终的目标是把这个中国的社区能够很好的统计出来 让大家知道中国到底现在有多少人在用 他们在干什么事情用过程中得到什么好处 最终他们要怎么去用等等的一些话题 这样的话帮助大家在后期的这种 不管是用还是不用或者是用别的技术 所以我总能够得到很多的一些参考 好吧 那我叫Sam 是这个DCOS的一个在中国的一个负责人 然后也会做这个Mezos相关很多的这个参与了 这是我的一个简介 其实大概就是这些那个我就不一一说了 那个我实际上在奥斯卡那边也负责DCOS 在这方面的这个PL和Core去收集一些企业集的这些应用 然后最终再通过一个平台把中国这个相关DCOS和Mezos的组织能够创建出来 服务大家吧 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今天有非常多的话题谈到什么是DCOS 什么是Mezos 实际上这张图我觉得蛮好 下面就是DCOS 最下面 这个这个这这边是最下面 然后DCOS算是一个主要是做这种Operation 这样一个Layer 像Benjamin今天那个Kino也讲到 上面有很多都这样 称之为这种现代的Applications Modern Apps 我觉得这张图我最喜欢了 今天呢 今天就会讲到这些个话题 首先是 为什么有中国这个Report 然后呢 中国的这种Ecosystem 还有 China Firmality Mezos Technology 包括DCOS 然后就是为什么选择DCOS 等等这样的话题 然后实际上就是在15号在北京的那个Meetup里面也 大概讲了一些 因为时间问题我就把时间留给别人了 所以今天的话有很多的时间给大家去分享这些数据了 这就是为什么有中国的Report 这个洗得很清楚哈 第一点就是在中国外那边每年都会有发布这种 比如说Mezos的这样一种取决状况 但在中国没有 原因就在Mezos在中国没有员工 很简单啊 也没有相关的人去愿意take这个责任 大家回家基本上要休息嘛 就没有时间做这个 我正好有这个空隙时间 有一个月能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帮助大家做一些了 然后谢谢很多参与这种这个这里面的人了哈 这个震不震撼 给一点掌声 谢谢 这是那个现在能够看到的我每个公司都能够采访到并且收集到数据的公司 这里面包括四大领域 第一个是Telco 就是电信三大运营商 第二片是银行 Banking 第三片是Internet 这个Internet是什么呢 这是包括互联网的公司有做视频的 有做这种在线旅游的 有做这种 比如说媒体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公司了哈 然后当然也包括很多的Vendor类似于IBM 类似于这种天机 类似于树人都在这里面 大概我能收集到就是这些 线下有哪位朋友兄弟觉得不在列的 但是先告诉我我继续添加上去 然后我准备在20号把这个东西分享给所有的人 大家可以随便去引用了好不好 这就是那个我第一个调研的一个话题 就是Mezos在中国的一个熟知度 这很有很有趣哈 这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那个叫never heard of it 就是从来没听说过的是7% 所以说可以证明在中国这个市场上 Mezos的知名度或者熟知度已经很大了 但是呢 那54%左右的人是还在evaluating 就是还在做调研在研究 就没有把它真正使用上去 就说还在观望吧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哈 然后其他比如说虽然很熟 但是没有用到这个没有用上 最后原因就是已经用到生产上了 只有10% 所以说这个Mezos有巨大的潜力在中国 这这个这也是这个大数据分析哈 然后第二个就是DCOS在中国这区的这个熟知度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never heard of it 这个新型号是55% 我有点震撼 所以说今天那个包括Benjamin 包括很多DCOS也步道着去讲 我希望大家希望这个数字能够减下来 那以后那个做evaluating这边是做到26% 然后user in production only 1% 这个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第一天Kino讲的就是那一位 哈哈哈 所以说但是我我想讲的就是我在调研的过程中超过900个人 这900个人代表不同的公司 大概大概的公司有50多个 大概是这样一个现状 但这些里面有很多不是在这个Mezos这个领域的 包括很多很多的人了 但我期望认识所有的人我把这些东西再加起来哈 然后就是为什么选择DCOS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是这个叫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就是你的资源利用率方面他做的很棒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在management做运维的时候他非常简单 第三个就是cost reduction 就是他从运维的费用上可以降低 下面的话就是称之为我们就稳定性和他成熟度很高 我觉得这个从这个从这个反应上来说 第一大的就是这个resource 然后第三大的就是那个第二大的就是那个成熟度 我觉得这个能体现出他这个运用的一个一个现状 大家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使用状况 对吧 那那这个最top challenge 在adapting的Mezos到底是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么多的原因 对吧 然后呢但是那个比较top的就是那个安全和compliance方面 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平时的使用状况上 使用的时候会不会也想到像openstack一般他有一些compliance 没有吧对吧 因为security方面做的也没有相关的特别多文档去介绍 你对于用户使用方面他确实有很多的担心对吧 那那个就是最最高的就是那个对operation的tours比较少 我们知道在openstack使用这个使用这个installation的时候 他什么puppysheft 什么docker各种各样的安装一大堆做运维的这种东西非常多 但是在这个在这个地方的话就基本上很少 就一个share script或者你手工去manually install 然后那个第三个就是available talent 我可以说在中国做mezos做engineer的人 大家我不知道那天是谁发了个照片啊 在mezos这个里面做开发的人员在中国 那天到场那也就20多个 所以说真正在这方面有非常强势的开发能力 和在这边倾注于这上面的开发人员非常少 这个这个相当于说就是人才比较欠缺吧 这就是一个中国社区成立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原因 就是希望把这个组织拿进来 然后把窝外的东西引进过来好的东西让大家学会 这样的话慢慢的去成长一起 这是那个第一张图的一个展开了 就是包括他的user和players参与中 大家我刚才也介绍的有三大行业 就是mobile internet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在右边就是这么多的公司 那这边有个很有趣的东西 我统计了一下北京的公司超过大概是70% 基本上南方的公司较少 然后这个北方的公司都做的这个 每走相关的部分 不管是适配还是使用的特别的多 所以说这个我不知道 我调研一下 这里面从北京来的有多少 能不能给我举个手 还有不少 所以说那个谢谢大家 我也从北京过了 所以说大家倾注了这个时间和这个精力到杭州来 提前爆料一下 就是下次的MisosCon 就在明年 但具体时间我先不说 它会在北京 所以说很快有一个MisosCon 在北京会举办 这是一个nodes的一个使用状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线怎么看呢 就是最右边这个可以看到这个信心这边 叫mobile internet 它的那个这个这个叫什么方向状 是在这边的话就可以体现到这个 它的节点的使用状况 大概最多是3000个节点 我统计到的最多3000个节点 就是在mobile internet这个领域 最少的是1000个节点 但这个我是统计我的公司 我不知道其他公司是什么样 然后是那个第二个是media video 这个公司的话 在这个使用状况上大家也可以看到对吧 就相对来说比起这个mobile internet就少得 然后第二个是我想说那个teleco 就是电信行业的话 它这边一个使用状况的话 就是最多是1000台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1000台是谁 现在中国1000台使用只有一家 也不是昨天说的 也不是那个最有名的 是最外说的 大家猜猜是谁啊 通过电信 有没有通过电信 有没有通过电信 没有 OK Service Provider这边 因为我去问了很多 相当于这样的做这个Mezos和DISOS公司 然后看下来 大家都是在去这方面去投入 但是自己使用的状况 因为资源有限 很多都是startup 不是这种大公司了 所以比较欠缺这样有限 再有个就是这个version的一个report 就是大家使用这个版本的一个信息 大家看左边这张图是每个领域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最深的颜色是1.0.1 第二个是0.2.8.2 最上面是0.28.0 就是这个我写这张图是什么意思 从中大家可以细心观察一点 因为我没写太多文字 我让大家遐想一下 就实际上在这个mobile internet这个里面 这么一大块都是0.2.8的人 那说明大家从这个升级方面 还是很有意思 对吧 他可以通过 不管这个以前是什么版本 或者是现在使用什么版本 他用的0.8.2 这个版本是stable的 对吧 那在这个上面这个小于0.2.8的这个里面 实际上人比较少 说明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使用的时候 有少部分人就是用了 但是我就不改了 对吧 这种实际上是不提倡的 那这个medio和video这边 实际上现状也差不多 但1.0.1比较多 是说明有很多的新的用户投入进来了 然后那个telco这边的话 0.2.8也居多 对吧 Other这边的话就是把其他一些撇掉 这边这个n的小于30的意思是 我问了30个这样的公司 那下面那个early adaptation就是 现在就是刚用的这些用户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大家可以看到 百分之很大 54的一个部分是在那个0.2.8 所以说大家对1.0.0 1.0这个版本认知度排不够 这就是这次meetup的一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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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soscon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了 就是让大家能够知道1.0.0这个版本 还是应该是不错 大家应该往这个方向去move一下 这是一个resource的一个report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解释一下最上面是16年的1月份到3月份 圆圈转然后5月份 然后这个6月份 然后9月份 然后这样一个这样画一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在我去调研的过程中 我逐渐的发现大家对mesos和dysweb这个使用 是逐渐资源在网上铺 包括人资源说明大家对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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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还是蛮有信心的 那在上面的话 这个右边那个领域就是一个是开发 那是operative maintenance 也就是说我从这发现很有趣 就你在使用的过程中 已经从这种运维这种这种这种方面 已经跨越到这种开发了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好 也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消息 如果是这个消息 如果这个圆圈是越转越小 说明用户就慢慢的丧失了 这是一个那个资源利用率的一个调研 这里面的话实际可以看出来 它是一个一个均值了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 百分之三十四十五十八十里面 实际上资源利用率最高百分之八十的容况 非常少 一般average的话也就是在百分之四十 左右一个资源的提升 这个资源提升是指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以前要用这种perfect cloud 你以前要说用public cloud 你以前在用这种version machine 这种东西 你慢慢的把DCOS的基础用上的前提下 你把你的所有的service把它安装上 然后跟以前的legacy system 去对比出来这个结果 这个也可以非常有趣了 因为它确实是从那个第一个领域里面那个resource 那个utilization方面是非常高的 这是一个frameworks report 我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人在使用framework 因为在mesos和DCOS里面实际上最 我觉得compare to the kbios kubernetes 或dokerswamp 实际framework这个东西是在mesos里面 是最具有优势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可以把一些重量级的一些不能够被容器化的东西 可以接入到mesos里面 所以说我在调研的过程中问到了 比如说马达松 Jenkins Kafaka Kronos Elysses K-Bias 包括Mirin Mirin 大家都知道吗 知道能够给我举个手 Mirin是什么 哇有点爽啊 Mirin实际上是这个 大家都熟知这个cloudera 或holdenworks 就是hadoop的安装 对吧 Yang对Yang 他把那个hadoop安装出来 那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东西跟mesos做一个资源的整合 它是通过一个framework叫Mirin 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装好了hadoop的集群 就是通 不管是通过这个cloudera 还是通过holdenworks 或者是你自己装的 通过Yang或者什么东西装的 你可以去不去把现在的hadoop的集群做任何的更改 你就可以把它部署 就放到那里 然后你再把dcs装上 装上完了以后呢 你就把marine这个framework 给它enable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实现一个资源的动态的整合 就是我们叫这种fine grain的这种 这种resource management的方式了 所以说这个 这就是我谈到为什么framework非常重要 大家今天早上实际有个塞性去讲怎么样开发framework 实际上也不难 实际上社区也在不断去布到怎么样去简洁化SDK 怎么样去把framework能够快速开发出来 这个是真正能够应用于企业上面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来 什么样的公司 什么样的预约 实际上很多人在用dcs 或民主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跟我现在的系统做集成 怎么样能够把东西搬上去 所以说大家如果这样看来的话 很多服务是不能够被微服化的 那你怎么样能够把它接到dcs用 用好dcs 就是framework是个非常重要一个概念 那在这里面调研马拉松是用的最多的 其次就是卡夫卡和kbias 我觉得这个蛮有兴趣的 因为这个东西有个最关键 就是为什么大家用了mezos dcs 还要用kbias 说明大家对技术还是不够有自信 就是这个kbias也不错 对吧 他通过power那种方式 能够把一些service东西能够管起来 但是实际上马拉松已经可以做了 对吧 所以在这个普通这种企业的应用 和在未来这种发展过程中 实际上很多公司是为自己也留了一手 就是我mezos dcs用 我kbias也在用 who knows下一个是谁 对吧 这是一个那个use is trend 但是这是一个平均数 大家可以看到最下面是一个internet internet对devops的需求 对big data的需求 对gpu的需求和对kbias的需求都相 有一个排斥 但是对big data的需求都很大 所谓的big data就是类似于hadoop spark storm这样东西overdcs去做 也就是说你把你的devops 把你的业务系统 把你的big data平台全部去通过一个平台整个资源 统一管理 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可以看 internet对big data需求是最大的 在big data就是发展方向 然后telco这方面的话是对 也是对big data 还包括那个kbias需求比较大 我相信很多我看过很多telco公司 就是讲我一定要把kbias用上 所以说呢他们就把很多的 因为这个东西也不好说到底是什么原因 但是我们通过了解他们有自己的一个考虑 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video media 这个这个是做视频啊做媒体啊 大家可以看出来 他对gpu的这个需求非常大 这个可以理解了 因为他对别的东西 但但大家通过这个曲线 能不能观察到一个东西 就是大家越来越关注devops 就是csd这个这个概念 能够overdcsus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也可以说明中国的用户 不单单是把他的业务放上去 还要把相关的开发测试的东西也放上去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这个是revenue的focus 就是相当于说是这个中国这片区 会产生revenue的一个估计 那个单位是0.1billion 也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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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了 是人民币了 一个billion 对 然后从这个每个领域能够看到 比如说mobile internet啊 telecommunication啊 banking啊 media 我是通过季度性的 比如说2016年的第四季度 现在是第四季度 然后明年第一季度 就可以这样一样来区分的 所以说可以看出来 这个体量还非常大 还是有几十亿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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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的这个这个蛋糕可以被分的 大家如果还没有在这个领域涉足或者准备涉足的 大家都应该多去了解 然后能够把这个精力放到上面 这是那个这是一个更更有趣的东西 我在调研dcos和mesos的时候 我与此同时问了 你是不是在使用pbias和openstack 这个很有趣 我我我也吓到了 可以看到在kbias方面的话 有35%的人都说no 有些人说我就不看 有些人就说我看了这个东西 我我也不会用 对 这这蛮有趣的 说明大家对这个知识的判断 和对这个领域的区分还是有很强的这个意识的 然后on sure的是18% 然后evaluating 37% yes的是20% 然后openstack的话 这个数目怎么这么大我也很奇怪 就是他在使用mesos和dcos 不会使用openstack 完全用bell metal这种方式 就我把我的这个dcos和这个mesos 直接用到实际上 然后通过orchestration去部署他所有的这种service 他不用用openstack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念的一个转变 因为现在欧国来说在世界来说都发展非常的好 发展的非常迅速 但是openstack主要关注的是virtual machine 关注的是这个infrastructure 如果是dcos把bell metal管起来 virtual machine管起来 public cloud管起来 这个问题就在于openstack是不是要用 这个虽然说很多人有很多争议 但是客户的就是调研的反馈来说不会 这个东西就意味着大家的思维已经慢慢开始转变了 像这样一个大概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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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吧 然后是在百分之二十多是yes 然后evaluating 百分之二十 所以说我觉得在未来这个发展过程中 首先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因为技术很多因为我们在北京时候跟社区的人都在探讨的时候 最重要一个大家都在说 我这么多技术我到底选哪个对吧 这个比如说有openstack 以前有cloudstack opennebular 现在有dokerswam 现在有kbis 现在有dcos 我到底选哪种技术 我那个技术怎么样去服务我自己 实际上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觉得回答起来非常简单 就是你到底根据你的scenario 你自己的业务系统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你先把自己的需求搞清楚 然后你再使用技术 你当然你有一些宏观的去看一些这种报告呀 当然这个肯定要去做的 那个就是你把你自己东西搞清楚的前提下 去了解到底哪种东西能够服务你 所以说我刚才讲到比如说dswire在mizu 包括mizu在企业级方面 在这个企业级的应用方面 在成熟度上 在这个这个这个结构上都相对来说比较成熟 但于kbios来说当然 当我不是说是不好 但他这个发展的过程中 大家有自己的这个一个一个成熟度的形成 有他自己的这个业务 业务体系架构的形成 所以说有一定的渐进的过程 对吧 这个是完全看自己的一个判断 有很多人也是用openstyle 有很多人也用这个dswire 最后我就谢谢大家 然后欢迎大家参与 因为那个社区现在比较大 有接近300人 然后欢迎大家去参与这个中国dswire 社区这是我的微信 大家加我了以后 我可以把大家拉到群里面 这里面会定时的给大家去分享 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具体的场景 第二个就是分享的过程中 会把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给你解答 里面也有包括于杰他们这些 Misosphere的人 也有包括类似奥斯卡 类似开源社会组织的人 我就相当于说 把中国这个开源这个组织的相关的人 和我们正在做事的这一帮人 都放到了这个群里 大家都都扫一下 然后在后面的过程中 有任何的问题 问到DCOS Misos怎么发展 或者是这个技术怎么样演变 有什么东西能帮到你 你都可以来找我 我非常高兴 能够跟大家一起 不单单是完善中国的生态报告 与此同时 把中国这个社区做的有模有样 你能够具体 能够 能够 扫不了 扫不了 识别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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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过一线下找我吧 正好是一个认识的过程 对不对 我扫一下你 我们就认识了 那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我今天非常感谢大家 有很多人是被我拽过来 也花了钱过来 我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在这个报告中 大家也庆祝了很多时间 也谢谢大家 最后的话 祝这次大会圆满完成 然后这个雾霾尽快3点 我们弄过走 好 谢谢大家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吗